新竹市公司协力推动老竹县老屋为老屋活化经营补助 总共有博化经营小型修缮补助跟再生推广类补助等三类 从即日起受理申请 我们这老屋的修县的补助案总共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文化经营主要是补贴租金 这个部分如果对于经营相关文化事业的老屋 我们都进行租金的补贴 那我们是以每个月补贴租金的方式进行 那另外一个就是再生推广案 那再生推广案就是老屋的活化 以及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一些相关活动 那这两个案子我们接受是到4月25号 那另外一个是小额的修缮部分 那小额修缮部分这个案子会规模会比较大 就是希望我们将一些老屋可以进行一些修建 然后它这个立面的墙进行修补 那这个案子我们会申请截止日是7月31号 希望大家都能申请补助 让我们一些很多的老屋可以在新竹市 那个再生以及重化 补助总共分为三类 文化经营最高每个月可以补助1万元租金 再生推广补助历史街区老屋活化 再生煤和平台等等相关教育推广活动 补助额度以30元为上限 小心修缮则是以恢复老屋原貌为修缮的原则 最高可以补助50万元 记者解书期采访报道 好